主要是讲到那个就是结构控制 这个就当然是包含逻辑部分 你可以一重两重多重 那当然在Java或其他语言里面 有什么SwitchCase 就是你可以有多重的判断 不过在Python里面好像取消了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其实SwitchCase当然它的 它其实如果你用那个if lif来做 其实也都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结果 那变成你有两种选择 你到底用哪一个比较好 那当然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那其实呢 根据那个官方说法是说 类似像SwitchCase 它的执行的 这个逻辑的结构控制 会速度会比较快 但是至于快多少 其实多半大概 如果你资料不多 可能都是在 可能万分之一秒吧 可能还要更小 相据其实说真的 你如果去执行 你根本无感 所以其实快不了多少 那主要原因 当然因为现在的电脑的速度太快了 还有现在电脑的RAM也够大了 所以其实那些都不是问题 所以它慢慢把一些比较 重复性的这个叙述就拿掉了 所以其实你们如果以后要写 大家就记得 如果有一个逻辑判断的话 那你就把它写成一副 L 一直L 下去 最后一个就L 那个L 那这样的写法 其实不只是Python 其他语言大概也都相似 应该写来写去 大概都差不多 只是说基本的那个控制的语法不太一样 那那当然如果以Java来看的话 Java是需要有个大瓜 大瓜瓜开头 大瓜瓜结束 那Python呢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那个Table 所以你那个Table如果少加 你少加一个Table 那个这个阶层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错误 那我是觉得这蛮合理的 因为大瓜瓜 以前每次打大瓜瓜 就很容易就是出 为什么 因为里面一层大瓜瓜 外面又一层大瓜瓜 在外面又一层大瓜瓜 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常常少一个瓜瓜 前瓜瓜瓜没有 或后瓜瓜瓜没有 就产生错误 那你光要找那个瓜瓜瓜的错误 有时候也是非常花时间的 另外的话有瓜瓜 感觉好像行数突然变多了 一个瓜瓜可能要 有时候要占一行 一个瓜瓜就占一行 那感觉整个城市 虽然没几行 那里面的话 多很多大瓜瓜 感觉就城市变很复杂 那Python为什么变简洁 因为它都没有大瓜瓜 那写起来的话呢 相对的会 感觉比较简洁一些 那其他的话呢 那另外我们有 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用来判断那个年龄 比如说判断BMI 那另外的话我们练习了几题了 还有就是说利用那个 再来就回圈叙述 用for回圈的加总1到99 然后呢 在1加这个基数部分 那基数值里面的话 我有提到 那你可以用逻辑判断 你也可以用continue 然后你也可以用那个step 很多种方法 至少会有三种方法以上 其实不止这三种 那还要更多 那只是说哪一种方法 写会比较精简 那当然你就尽量 记那个比较精简的 那其他的话 还有九九成法表 那九九成法表里面 有一个蛮重要的重点 就是你可能要熟悉 那个format者 因为如果你不会format者的话 当然也可以写得出来 只是那个程式相对起来 会相对的比较复杂 而且冗长 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比较容易出错 会有bug 比较容易有bug 那如果你用format者 其实我觉得非常简洁 一个大瓜糊 乘上大瓜糊 等于后面再一个大瓜糊 那之后你就把三个变数塞进去 结果出来就非常的简洁 而且相对的也比较不容易有bug 写起来也蛮顺手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出去三角形 反正很多种三角形 那主要是练习 其实就练功嘛 那当然我们有这个正向反向 加空白不加空白 其他的话 如果你要把它写出一个叶弹书 也OK 甚至有同学比较 都做好复杂的形状 当然里面可能你要跑几回圈 那再来最后的话呢 就把那个for回圈改为坏回圈 那里面我讲过 你要把for回圈改成坏回圈 基本上就要 把那个for回圈后面的三个东西拆开来看 第一个是初始值 所以画回圈 一定要制定初始值 如果没有 那你那个值可能就会有问题 初始值部分 第二个是逻辑判断 一样加在后面 最后的话是step那个步进值 那个步进值 你可能自己要把累加完之后 自己要再把它加一 step加一 你这个东西没加的话 那画回圈就会变无穷回圈 就跑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不过画回圈当然 它的特性比较跟for回圈不一样 for回圈强调是一个范围 但画回圈通常是强调一个逻辑 如果当那个逻辑 为true的时候就进到回圈里面 但是为force 所以通常是for 找那个force 不是的话呢 那就跳离回圈 所以以那个 这个什么 值数判断 那我们上个礼拜 有讲了一个值数的话 就是意思 当然我讲 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的 这个中间的其他数字 是不能整除的 如果整除就不是值数 如果不能整除 那就是值数 所以如果像这种逻辑判断的话 当然 其实用for回圈可以写 其实用快回圈也可以 好 快回圈的话 其实 写起来会不会更简单 你从 当然不要从1开始 所以你初始词 也是可以 初始词从2开始 然后呢 一直到哪一个处 当他小于他自己本身 然后呢 如果能够整除 就跳离了 跳离的话 在快回圈里面 特别注意就加一个brake就好了 brake就跳开 跳开之后的话呢 那就跳出是否为止 如果整除了 比如说他在中间整除了 那跳离 就当然不是值数 反之就是值数了 不过这边的话 会有一个逻辑判断 假如说你要让城市更精简的话 那我也有多加了一个 就importOS的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有一个方法叫Aziz Aziz可以直接跳离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一些相关细节 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这边影片都还 我也把它录下来 那应该收音效果 应该还算OK 所以有些细节 假如不是很懂的话 当然这比较是适合 如果你可能程度没有那么好 那又想要把城市学好的话 那这部分其实可以再回头看一下 点击这个 我这边每一次上课 都有一个完整的影音 那你可以点进去会跳那个YouTube 那YouTube的话呢 这边就会有每一次 我上一次上课的 这个所有的画面 那当然细节部分 如果不太懂 可以各位再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要继续再来看 那个其他练习题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再给各位一道题 请各位猜数字游戏 这个猜数字游戏 就是说类似这样 想想看我希望能够让它输入1到20之间 比如说这个当然这里可能会需要一个乱数 Random OK Random的话呢就是我怎么样乱数产生1到20之间 那是电脑乱数产生的 然后呢他就让你猜猜看 请问他怎么猜 比如说猜一个数字加 那当然1到20之间 我先猜中间好了 10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会给我一个讯息 太低了 高一点 这个时候呢 当然我输input 一些资料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谈回来 因为答错了嘛 答错的话呢 那我就谈回 谈回来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再提示我 太低了 高一点 意思是说 这里面Random的数字 应该大于10 所以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应该大于10的话 是11到20之间 所以我再取一个中间值好了 假如我今天输一个15 OK 然后Enter 他会再提示我 所以一样 我在输入 然后再谈回去 他就再判断 判断的话呢 逻辑判断 太低了 所以理论应该是又是16到20之间 所以我就再输入一个中间值 也许输入18 Enter 还是太低 所以剩下两个数字 不是19就20 OK 太高 对对 不好意思 看错了 好 太高的话 那应该就是 16 17 16 17 对 只有两个数字 所以应该还蛮好猜的 所以二选一 输入多少 16好了 Enter 看会不会一次就对了 Enter 还是太低 那表示答案就出来了 17 Enter 恭喜答对了 OK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 写类似这样的程式的话 那你应该要怎么构思 当然我跟各位讲 你千万不要标准答案的那种迷思 没有标准答案 请各位自己去思考 那主要当然里面一定会用到什么 一定会用到逻辑判断 因为判断什么 判断那个 1到2之间 然后他如果 为处的就是 他要提示我嘛 太高还太低 对 不过这边可能会有一个 之前我没有教过 叫random 那这个random的话 如果要乱数产生的话 基本上 我们会需要 把这边 input 然后 底下的话 大概是这样 里面 input 对 random 在上面 在这里 OK 那我这边提示一下 就是random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 我要产生的是 1到20之间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外部的模组 这个模组非常简单 这个模组其实 主要的功能 就是帮我产生 一个乱数就好了 那这个乱数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 我就先input 一个random 对不对 那个random 那这个random里面 有一个方法 叫做random range 那这个random range 其实跟我们之前 用那个range 蛮像的 我们之前用的range 初始值 结束值 所以它会结束值的前一个 所以前面一个就20 也就是说1到20 你这边要21 random range的概念是这样子 当然在random里面 有个叫randomint int就不需要了 反正哪一个 是不是叫哪一个 只是说因为random int 变成我觉得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用range 所以我干脆我就 后来我干脆 因为有的时候 写程式尽量不要背太多 不要记太多 就记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选什么 random range random range 它的这个顾名词意 它就是初始词 结束词 如果你要step 它也有个step 所以其实跟那个之前 我们用random的那个方式 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你这边 当然它就帮我产生一个 那也就是说 刚刚帮我产生一个17 所以把这个17 先丢到一个RND的变数里面 那可是它 我们已经有一个变数 接下来的话就是什么 你要跳一个什么 讯息让使用者输入 所以input 请在1到2之间 拆一个数字 冒号这个 那当然我们会input一个东西 不过input一定是个字串 所以把它转型 这个一定在前面讲过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判断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 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不是让它try几次 我们是让它try到对为止 所以这边的话 特别主要 你就不能用for回圈 如果用for回圈 或者次数几次 有没有 range 那你总不能 除非说你是限制它 你只能拆5次 超过的话 我就不给你拆了 那你就用for回 如果次数限制用for回 如果没有次数限制的话 那你一定要用悔回圈 那悔回圈怎么样 先抓到一个值之后 悔判断什么 它那个值 是不是跟RND是一样的 如果不是的话 就给它提示 提示的话就是逻辑判断 所以逻辑就是多重 不就是怎么能太高 不就是太低 如果再弹回来之后 再继续跑 所以基本上这诚是不难写 大概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东西 OK 所以请各位想想看好了 画面